台北市活化古迹如今变成新盖古迹了吗 台北市同安街的市定古迹纪州安 是日据时代相当著名的料理亭 但是议员发现市府把古迹本尊用铁皮围着 然后在旁边砸下了将近五千万盖了一栋新的古迹 也叫纪州安 让不知情的民众搞不清楚 批评市府活化古迹显得不伦不类 第一次来到纪州安的民众 都以为这栋美轮美奂的三层楼建筑 就是古迹纪州安 其实真正的古迹 是旁边这间用铁皮围起来 毁坏不堪的木造房 纪州安是这个 还有那个烧掉 三层楼烧掉 那您觉得这样子安排好吗 这样子 不好没有办法 同时出现两个纪州安 当地居民也觉得莫名其妙 新建于1917年的纪州安 日剧时期是相当有名的料理亭 光复后成为省政府员工宿舍 2004年被市政府公告为市定古迹 但是市府没维修 却在旁边花了4700万 盖了纪州安新管 去年又花了2000万 委外经营五年 纪州安本体新管并存 让民众傻傻搞不清 你们拿了一笔扩大内需方案的钱 去美其名叫做整建纪州安 但是实际上你们的钱花到哪里去 盖了一栋新房子叫纪州安 我认为这是经费的运用 不伦不类 这个建筑看起来简直像个违章建筑 我就不知道民国92年要认定古迹的时候 何以要将此处认定成为古迹 就像议员所说的 确实我们把钱花在这一栋新的建筑 然后再形成一个新的所谓的建筑体 该修复的古迹闲置多年没着落 花了好几千万重建一栋新的建筑物 难怪市议员讽刺 这根本不是活化古迹 而是创造奇迹 秦唐人亚瑟电视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